第一步,打开试验台,升级到最新版本。 点击主界面上的升级。 点击升级。 升级完成后退出系统,让试验台断电30秒。 30秒后重启试验台。 第二步,开启蓝牙模式。 点击主界面上的设置。 点击安装蓝牙驱动。 点击安装。 点击确定。 安装成功。 安装成功后观察蓝牙端口。 此时有五个蓝牙端口。 拿出蓝牙接收器。 把蓝牙接收器安装在任意一个USB接口上。 再次点击蓝牙端口下拉框。 选择新增的蓝牙端口。 点击保存。 第三步,连接电感表和电磁法。 将喷油器主线连接在电感表上。 喷油器主线的两个插头不分正负极。 喷油器夹子线数连接喷油器主线。 将喷油器夹子线数加在喷油器电磁法的接线柱上。 第四步,在试验台上控制测试。 点击喷油器测试模式。 选择点击喷油器制造商。 选择点击喷油器零件号。 进入喷油器测试界面。 打开电感表开关。 观察试验台上电感值和电阻值的测试情况。 试验台官方数据库和个人数据库可随意切换。 显示个人数据库时,双击黑色数值可以手动编辑数值。 接陷游试者,我们��呼吸。 同时,拍屏机荣度엿。 这次,书井 湖汇塔尔试,不是1个人数据库可随意。 ис引古类全体外体内容。 金石实体内钮和视觉面图吧, bank刃5三公里。 产物铜为奇的沿派到一个字幕。 ASS İNl. 连接手机APP进行控制测试电磁阀 拿出电感表 将喷油器主线连接在电感表上 喷油器主线的两个插头不分正负级 喷油器夹子线数连接喷油器主线 拿出喷油器0950001211 将喷油器夹子线数加在喷油器电磁阀的接线柱上 打开电感表开关 打开让修车用不难APP 点击电磁阀测试 搜索要测试喷油器的零件号 点击扫描蓝牙 选择电感表的蓝牙名称 点击连接蓝牙 蓝牙连接后选择测试状态 一般默认为已装配 点击开始测试 观察电磁阀的测试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